這些他們的資料 我們怎麼知道說他是不是虧損的企業 所以常常他還是都先收了再說嘛 那如果一併將不恰當的政治現金 都納入不當的黨產的規範 是不是比較符合現在的 我們針對這個整個條例的一個精神 現在政治現金的部分在政治現金法已經有規範 是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就不會再去討論 可是建議就已經有專法就是留在那個專法 但是在處罰的方面呢 因為你現在只是對於政黨的 對於這個盈利的這些公司 他們並沒有受到處罰 我們現在只是要他就是返還嘛 但是這些公司他們可能是 其實是政治現金其實就是有些狀況嘛 已經是虧損了他還捐款給一些特定的候選人 他們並沒有受什麼處罰 你現在只有處罰這個候選人嘛對不對 對於這個公司你有處罰嗎 當然這個都可以討論 都有處罰是吧 有嗎 有處罰 謝謝 那第三個部分我想就是我們常常講 你們現在是假轉型正義之民 行另一種不正義的打壓 那從政黨的附水的組織來看 民國77年之後成立的政黨 及其附水組織都可以就地合法 不受監督這樣算轉型正義嗎 例如說某某教育基金會 他行政治的目的 且其人事財務都受政黨的控制 內政部認為像這些基金會 雖然是屬於教育部管轄 但是教育部讓他們管得到這些東西嗎 我剛才您提到的 戶水組織這一個事情 戶水組織怎麼定義 是非常困難 我想也是比較審慎的 因為依照現在的不管是用基金會的形式 或者是人民團體的形式來呈現 那麼他基本上是一個法人 他是一個法人 但是他並很難你要釐清說 這個是不是互屬於哪一個單位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獨立的法人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教育基金會 其實我想國民黨民進黨都有啦 都有這種基金會啦 而且常常這個裡面的董事 也都是政府官員啦 我想現在像小英教育基金會裡面 董事其實就有我們的現在的總統當選人嘛 林全也是董事嘛 那像這個小英教育基金會是受教育部管轄 是 那所以如果有些他們捐款到那邊去 你們都管不到 內政部管不到 是但是按照現在的規定 他只有要求說每年應該要把財務報表 會計報表送給主管機關被查 好了解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內政部會同教育部 是不是應該在審核部分 可以有一些聯席的會議或者什麼方式 目前是按照他的目的事業別來分工 是沒有聯合審查的機制 是沒有聯合審查的機制 將來有沒有可能可以做到這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在相關的這個法令裡面 在人民團體法裡面 我們是採取比較低度管理的這個角度 也就是說 比較是尊重人民團體的高度致此前 所以對於他的費用的支出 各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干預 好了解 謝謝部長 謝謝 好接下來 趙天麟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下部長跟我們國產署的副署長 趙天麟委員 趙天麟委員好 是 部長好 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 我們暫且不論這一些 大家用猜測推論的黨產到底有多少 先就我們目前內政部跟財政部 曾經清查掌握國民黨及其附水組織 取得或使用國家各類資產的這個部分 那我先講的是財政部的資料 財政部給我們的資料裡面公開的資料 有土地679筆 面積約110.25公頃 按105年公告土地限值價值 約新台幣805億元 好這個是你們給立法院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呢 我們看到我們就照你們的圖表 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圖表裡面紅色的部分呢 是國民黨已拋棄所有權 或者已被政府接收的部分 我們暫且把它叫做歸還國有好了 那裡面呢只佔3% 那其他的呢黃色的部分呢 就是移轉第三人 包括著名的三中案 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基地 包括其他的這些部分 移轉第三人的比例高達75% 那國民黨仍然在使用的 占21% 這是財政部給這個立法院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其實已經讓人感到非常的憂心 就是說我們貴漢國有的比例這麼的低 可是藉由黨產條例 或者是促轉條例 真正三讀通過開始執行 黨產的清理前 就已經移轉了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最後會跟各位請教 先前我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已經決議的註記 包括財政部的網站 現在到底執行的情況怎麼樣 但是呢即便是如此 我們再看下一頁 根據財訊 以及這個過去民間社團陳社 他們在這個曾經所做的這個報告裡面 那這個報告講到 國民黨黨營失業管理委員會 轄下黨營失業一欄表裡面 我們就先圈出三個 包括中央投資 包括這個齊魯企業 包括裕台企業等 我為什麼要舉這幾個例子呢 我們來看下一頁 在這個你們提供給我們的清冊裡面 因為你們整理了 剛剛講的是數字嘛 那清冊裡面呢 我們赫然發現在報紙最近刊登要賣的 就是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華新段的部分 他現在正在登報要賣 而登報要賣的這個地段 竟然沒有列在財政部國產署提出之 國民黨及其附水組織 取自國家資產的土地清冊中 這是什麼情況 待會也請你一併回答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而裕台開發實驗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登報都大剌剌的啦 他已經不怕人家知道了 他就是直接趕快自己賣掉他的黨產 移轉第三人 在台中市檀子區 這個部分也沒有 而且清冊當中連台中裡面一筆都沒有 可他現在已經在賣了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在民國95年 國民黨向全民報告任列海外投資虧損的部分 裡面有帛琉大飯店 這也在賣也是登報的 所以我想請教財政部 再請教我們內政部好了 我想請教國產署副署長 這一些你們所給我們的資料裡面 目前正在賣的部分 都不在你們的資料當中 你們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們當時的這樣的一個清查整理 有這樣的疏漏是什麼樣的原因 我想我們當初確實是 依照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他列了幾大項去主義的清查 那剛剛委員提到這幾筆 有沒有在當初我要再核對一下 假說沒有的話 可能就是當初沒有符合這個部分 所以沒有列進來 是 好 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只是提醒說 其實在以立法院現在全新的民意的 這樣的一個賦予我們的職責裡面 其實不管是透過黨產條例 還是透過促轉條例 黨產的清理整理一定是全民共識了 連國民黨自己也認為 他也要處理他的黨產 所以我建議財政部基於國家的公器 在這裡可不可以重新再檢視一次 仔細的替民眾把關 把過去或許基於各種政治的理由 所以在處理的時候可能不夠精確 不夠完整的 甚至包括海外的 你願不願意在這邊宣示說 再做一個仔細的整理 然後以便未來 不管我們的三讀後的法律 是到了多少年回溯多少年 一定是一體適用的啦 我現在只是舉國民黨為例 你願不願再做一次宣示呢 我想那個 原則上我們假如說這個條例的部分 假如說看通過以後 我們當然是一定會配合條例來做後續的處理 那至於剛剛委員提到幾筆的話 我們可以帶回去 我們再去核對清查一下 好 就這我們剛剛舉例說明的這些個案 你們再請事後書面讓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當時漏劣了 那也因此可以順便回溯 也沒有其他你們彼此漏劣的這個情況 那我最後請教您的就是說 我看到媒體報導說 在很多人的呼籲之下 財政部裡面本來已經取消掉的 當產在網站上去呈現出來的 國民黨當產的情況 現在恢復了嗎 任務委員報告 這當初是因為 當時的行政院研考會所建設的網站 那因為後來在立法院 在審議我們七十年 七七年度的 本署的預算時候 就是對於我們那個 有關資訊設備等等的預算 是凍結的三分之二 除非把我們相關的這些 處理資料移除以後才能解凍 那後來是我們配合行政院 他那個時候網站的撤除 我們也相對移除 那後續假如說 立法院決議或者是行政院 那個通過要我們再納入網站的話 我們再跟國發會再研議看看 所以現在還是 當初是行政院研考會架設的網站 我知道 當時也是立法院裡面 過去在阻擋 讓人家對黨產有所了解 所以把它消失掉 所以目前還是沒有恢復 目前沒有 好這一點我們還是會持續 但是我想請教的是 部長的事齁 就是 剛才講的這些海內外的部分 我們還是提醒說 因為你們包括他們都要 政黨都要向你們去報 他的相關的資產 那裡面我們剛才已經具體的公開說明 他報我們的大概只有一個會計報表 OK 沒有那個 沒有明細 只有一個結論 好 這個部分我都只是提醒說 這些部分在未來 我們事後要開始追查的時候 民眾就會檢視 到底主管的機關有沒有善盡把關之責 所以我只問你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是內政委員會有正式決議的喔 不是像剛剛財政部還可以推說 你等你有決議來再說 就是有關於C1的這個檔產註記的部分 是我們內政委員會在上次 也就是在討論檔產的時候 所通過的臨時提案 目前你們執行情況如何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也在收集資料 但是因為 這個檔產 那登記現在就法人的名義來講 叫中國國民黨 那這個部分當然可以註記 因為本來在登記上 也就會顯示是中國國民黨 但是就以戶水組織 什麼叫戶水組織 那因為這個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那我們再研究看看怎麼來處理 好 其實喔 部長真的喔 倒數計時了啦 今天我看兩位 現任跟準備接任總統都見面了喔 我真的誠心建議 因為您 我們雖然不同黨派 但是您是國家的內政部長嘛 齁 那我真的認為其實最後的時間 為了現在的執政黨國民黨 因為雖然還沒馬上要下台 留下一個美麗的聲音 就是展現積極的態度 不要再拖延 其實因為我們看國民黨也號稱 我們是不拖延 但是要依法行政 我們要必須依法行政 就是剛才我說的 什麼叫戶水指支 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或者我們很難去認定 什麼叫戶水指支 那好就光是中國國民黨的 中國國民黨的 那沒問題 那恢復了嗎 已經開始註記了嗎 中國國民黨的這個本來 不是 我問你開始註記了嗎 這個我們可以註記沒有問題 他本來 我只是提醒你 又過一個禮拜了 好 你可以拖到你下台前一天 這樣子可能聲音會更美麗 登記為中國國民黨的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學習 這個是立法院的捷運 不是我個人的要求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部長的是說 剛才很多委員也有吹詩 那我們請財政部代表請回 就是說最近大家很痛心的這些社會案件 我們當然也很痛心 那裡面有提到說 光是去年 毒品人口七萬九千人裡面 兩成九也就是兩萬三千人是犯了殺人案 一成裡面一萬兩千人是重傷害 超過五成有搶奪、搶盜、擄人、勒贖等 我想請教內政部 這樣歷歷在目的數據 當然顯示 淹毒犯或毒品擁有者 毒品人口確實是不定時的炸彈 那內政部有什麼樣的對策 還是說 目前就任由他 等到刑案發生了 再來去做處理呢 其實 在毒品的防治上 不管從上游的工廠 或者輸入的這個 走私的這個部分的 來源的這個 杜絕 我想 包括檢調單位 以及我們警察 邊防的單位 都非常的努力在做 也有一些的績效 但是沒有錯 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發覺 毒品還是抓不勝抓 我說的不是抓毒品這個東西 那這個人 毒品人口 那人 在三四級吸毒的人口 我們是非常的憂心 他是在增加 而且他的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 是 我重複一下我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數據已經歷歷在目 那我相信警方很積極的在抓毒品 退和分調 這個我很肯定 我現在意思是說 對於這些已經 有三成有犯過殺人罪 一成多有重傷害罪 超過五成有強奪 強到這些問題 我們 這個也都是我們警方 列為治安固立的人口 那我就請教 您要不要宣示說 我們不等到他 再次的犯案後 再讓警方批奔命 警方也好 內政部也好 可不可以協同 包括衛福部或其他單位 我們積極的 以不影響人權的前提下 積極的 將這一些高危險的 這個因子的 菸毒犯或毒品人口 我們做一些 比較有具體的作為好嗎 是 我們會對於這些 所謂的吸毒犯的這個 這個人口的這個掌握 會加強 我們是希望能夠 這個 防止他再犯 甚至因為這樣而來 換刑案 好 我想這個是民眾 很需要的一個安全感 我要再次強調 警方現在在對於 配合檢調 對於毒品查期 這部分我們是肯定 也非常辛苦啦 說實在的 他們再犯率也高 但是就是說 我還強調 在不違反人權的前提下 這一些潛在的 因為數字會說話 就是再犯率高 而且他再犯率不是吸毒 他可能為了要買毒品 或者是他的情緒失控 去傷害別人比例也高 這一塊不見得完全是內政部 警方責任也有衛福部的責任 對 但是請協同衛福部 一起把這事情做好 好 我們一定來努力來加強 好 謝謝 陳明文委員 主席這邊請部長 那個部長 陳委員好 報長 其實今天大家在討論不斷談談的處理條例 其實我想這是有一些背景的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跟現在的中國是一樣的 都是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 一黨領政的一個政治環境 所以今天也很清楚 今天到了一個民主政治的這個政治環境 事實上是要改變的 過去當地 塞地 要不要合併的時候 東德他也是一黨領政 東散就是國散 國散就是東散 所以東散和國散都沒有在本來就對了 但是到東西德合併以後 事實上所有的黨產都是歸功 我想今天我們應該要有這種思維 大家有這個邏輯性坦蕩蕩來面對今天我們要提出的 不當膽產處理條例 我想大家心情上就比較輕鬆啦 沒有錯 沒有錯吧 所以很多人包括你剛剛也特別提出來 什麼叫做不當 甚至於剛剛那個國民黨的委員 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 他剛剛還提到說什麼小型基金會 我想這個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小型基金會是一個很正派經營的基金會 而且他的經費來源都很清楚 很透明也很公開 今天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包括中國國民黨 可以說東年來到台灣的時候 可以說黨政黨國不分 你的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那個時代就是國民黨 就是差不多愛什麼就是拿什麼 所以他有太多的黨產 也有太多的黨營事業 我想這次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要檢討的是 是透過國民黨這些黨產 成立的一些基金會啦 公司啦 協會啦 我想這個應該都叫做不當的黨產 尤其你剛剛特別在提到的所謂 什麼叫做戶水支支 我想這個是大家是可以來談論的 當然大家現在在說什麼叫做戶水支支 就是那時候的救國團 就是大家現在在說知道 輔連輝 那時候宋威靈生立的 我想這個都是國民黨當時的戶水支支 這個這個我想很多的護衛這個金有壽也是啊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不當黨產 那尤其是所謂不當黨產的一些定義 我想當然等一下我們如果真正的進入到 實質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就條文內容來討論 但是我要再跟你提醒 其實我們有很多委員 剛剛趙天玲委員也提到 事實上很多的不當黨產 比如說我經歷過的 我知道 就是像我們帝航 管治黨部 還是帝航的鄉頂的民眾服務參 那個時候的國民黨 帝航政府都什麼 都在土地都無償提供 甚至於象徵性的一塊 就過了給國民黨管農部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先注意什麼 這樣便宜算把他去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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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參 便宜算把他去 廣東部 這個就是不當黨產啊 我想這個是政府不應該這樣做的 你這樣子沒有一個 每一個正這個合法的一個程序 那麼把這些錢 應該說的是 不可以這樣做的工作 就這樣做 像那個時候 日本政府都撤離的時候 那國民黨 或者是他的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戶水組織 直接接收的這些財產 包括中廣公司 接管的那時候 台灣 就是本地人心 台灣放送協會 各地的一些很多的土地 這個都是不當黨產 我想這一點應該 你都同意 包括有所謂的 轉帳撥歸 這個這個是什麼名詞 這個是什麼名詞 這是法律名詞嗎 我問問的覺得 這好像那時候國民黨時代 發明的一個專有名詞 那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 所得到的 這個這些 這個 國有的不當產 就像中廣 中廣公司那時候 把全台灣 十九京 企業都拿起來 包括家裡有家裡試驗 那都是啊 那時候都是 本來時代他們的財產 國民黨全部把它接收 類似 這說起來 這都不太久的時間 這都我的時代 我都看得到 類似這個都是不當黨產 我想這個 所謂不當黨產 應該是很容易去界定的 像這樣 像那個時候 照理說 日本政府回到日本 流下來 這些那時候的財產 應該都歸由國有才對 但是都把它歸做國民黨的黨產 我想這個 我也不知道什麼這個 當時說什麼 轉帳撥歸是什麼東西 轉帳撥歸是什麼法律的規定 我也不了解 但是到現在我問一些法界人士 他們說這個不是法律的專領名字 這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 類似這些財產 包括剛才說中環公司 取得所謂天馬計畫 這個土地 當然現在已經規範 類似這個 都是我們要講的 所謂不當黨產 還有一些就是 還有一些什麼不當黨產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 直接 出生一些利息的 或是直接 在那裡 賀取的一些利益的 譬如說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託中央國中央的時候 在看電影 都這樣的時候 都有的 電影譜都有的 徵收的 勞金監 那勞金監 監來的所得 都去 有 撫連回去 我想這個都是不當黨產 這個都是不當的一個 這個 黨產的負水組織 他們所獲得的這些利益 像現在 撫連回去 現在 駐青大樓 或是 這個郊團 在駐青大樓 或是 這個 金融社 我想 還有很多的 這些不當黨產 這些東西 事實上我們都應該要 怎麼樣 要一一的 那麼 去清理 那麼一一的 要歸還給國家 不知道 這個部長 我剛剛講的這些 你同不同意 我想我 一再的說明 這個個案的情況不止 不一 那 只要是不當 我講的這個是概念性的 我想這所謂不當黨產 類似 我舉的這些 你認不認為 都是屬於不當黨產 既然講不當 那當然就應該要處理 那至於 什麼叫不當 那個案應該要詳細 就是說 它應該是屬於國家的 你把它歸為 國民黨的 就是不當的黨產 那當然應該要還給國家 對 我是覺得這個就是不當 我想 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部分 事實上 你也應該 認同啦 就是說我們在講的 所謂不當 就是屬於 國家的 你把它變成國民黨的 你今天黃昭順委員 有在這裡執行 你說 救國團 金有座 互聯會 這三個團體你要來處理 你要怎麼處理 好像經過三個禮拜 救國團 不是 他是說要我們去搜集資料 那因為救國團現在也是一個法人 他現在到底 他是不是屬於所謂不當的黨產 這個必須要很審慎的去 不是 你不是答應他說要去處理嗎 我們沒有 你是針對 你現在是有什麼 基底的計畫 還是方案 要怎麼處理 真有座 婦聯會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現在要去搜集資料 這樣意思就是說 你告訴國 五二宮以前 你有沒有提出 這是幾十年 沒有 沒有幾十年 當然要先收集資料 蛤 你有在收集資料嗎 有啦 你有在收集資料 有啦 怎麼收集你跟我說 就是請他們來提供 蛤 請他們 那個機構 來提供這個資料 提供什麼 提供就是說 你的財產 他的那個 現在 電腦一查就有了 來提供什麼 我們只是說 這些金有做 救國團 還有婦聯會的這些財產 如果說像婦聯會 這個我們要出庫起來 就九百多億喔 我想這個都是 都是屬於 這個應該有一個 最起法裡面都可以 現在就可以處理的 你們現在都可以處理的 為什麼都不做 不是不做啦 你這個也要有一個法源 而且你現在 我們也要有資料 像剛才你講的說 到底繞金監 上回我記得 也有人提到說 繞金監到底監了多少 那我們說 我們要去問財政部 因為當時並不是直接給 內政部這邊沒有資料嘛 所以我們也去 財政部還有國防部 去看他們有沒有這些資料 都在蒐集資料當中 我是希望 這個保留 當然 520到今天 全部幾個月 講到你 自己在算饅頭的時間 那我們只是希望就是說 現在 社會瀰漫了 就是希望 能夠轉型正義 我想現在應該這個氛圍 你也很清楚 所以我們應該做一些 良心的動作 最起碼 我想 我們一些這些 不但擋產的工作 我們現階段 我們應該 政府最起碼 不然要做好 這個保全國家 這個債錢 我想 保全國家的債錢 是應該 你應該現在就可以做的 我記得 那個扁政府的時候 就有所謂的 假儲吻 雖然後來政黨輪替以後 這個不會 就沒有去繼續去執行 但是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最起碼 我們國家的債錢 我們應該去做保全 不然 國民黨 那個人 那 今年 104年 企業自己採獎說 有250幾億 12月 345億 都存一百 六十幾億 這就是 兵用忽然間 少數五十幾億 我想 這個是今年 七年的事情 短短四五個月 就 半徑五十幾億 去了 這是不是 都是 都是 不當談查 事實上 當然值得退敲 但是就是說 起碼 我們看到的 國民黨的財產 是一日一日在減少 大家也知道 一日一日都在出散 也都在賣 那我們是希望 這個很多可能就是屬於國家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 你們現在的都是 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的部長 你們應該善盡你們的職責 改動 保全 這個 所謂的這個 國家的這個 債權的 所以我們希望 能夠 動用這個 刑事的手段 甚至於 像 刑法第356條的 這個 毀損 債權罪 我想 這個部分 我們都可以做 甚至於我們也要 呼籲 國民黨有一些動工 如果你們現在 那些黑白 處理這些不當的動善 未來 這個 這個 會 行事追究的 最期望 白身一定有的 我是覺得 我們應該 好好的面對 現在 台灣社會 追求的 轉型正義 我們一起來努力 部長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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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